大家好,又到了兩個星期一次的左膠診療所 小弟左醫師,還有… 幼護士 幼護士在這裡,跟大家鞭策一下左膠,沒錯 趁阿正,跟他們看看怎樣PK 今天好消息,一覺醒來又會試 一睡醒就看到特朗普的GIF圖 在發力無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個人權法案,我之前也說過 很多左膠說他反了複蝕 我上次的節目說起很多西方媒體 經常在唱複他 主流媒體背後收了共產黨的錢 心心個人回家複蝕,一時一揚 言而無信等等 但你看到他,這次很明顯 很多人就說,不是啊,很安靜啊 兩院通過之後,他都沒有說過話 平時他很差勁,經常推薦 有三家、五家 室家無神就整個推薦 搞到人們砸砸砸的,又被他們吹人,又吹人不這樣 這次他就靜悄悄的,一聲不出便簽了 搞到這次香港人真是急不及待 今晚就立刻在這個… 是不是在愛丁堡廣場? 喜事一羅接一羅 當然 我們投票後 何議員 何議員後 到特朗普的好消息 又有特朗普的好消息 總之一浪就一浪 香港人千萬不要心腐意難 因為特朗普站出來 就會越來越多 西方不同的國家 就會願意站出來 大佬站出來 他們之前可能都敢錄不敢言 看你不順眼 等於很多人都看金曲《未遇遇情》 金無妃不順眼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樣 夠膽鞭策他 我站出來 其他人可能就夠膽鞭策他 好了 今天說起 這個所謂西方傳媒 首先在這裡感謝公開呼籲 感謝阿琛琛 還有今晚在這個 愛丁堡廣場這個集會 就是人山人海 不用說 我們香港人聽到這個 真是好消息 事實上是 為了我們香港所謂抗爭 在過去付出了不少血汗的戰友 打了一支強心針 當然大家記住 革命上面成功 同志應需努力 沒錯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沒錯 好了 我們說起 上次節目就說起 西方傳媒 對不對 不如我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好嗎 最近 CNN 就出了一個 這樣的報道 China has sa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by reducing air pollution study sets 中國拯救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 怎樣拯救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減排 所謂減排污 之前我們一直說的那個 是的 我經常說 其實這些所謂的氣候轉變 就是紫虛烏有 以及就算不是紫虛烏有也好 其實實際上 做不到多少事情 但這個study 就是所謂的研究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就這樣說 CNN這樣報道 其實它這篇的報道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有一點取巧 它的headline 聽起來好像很威風 是 好像說到中國幫了很多 是的 因為它減排的空氣污染 減排的空氣污染 減排了數以千萬計的生命 但其實如果你看回內文實情是怎樣的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左報 或者甚至 標題黨 又或者是左報 因為你知道現在左報 很多時候就是我都說 其實表面CNN就好像很西方的自由報章 但其實它裡面的暗共 是不是 是不是 為什麼呢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這個study 我們給大家看第二張圖 這個所謂的調查是哪些人做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它說 他這個標題寫得很大 是 第一 首先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看氣候轉化 那些報告 其實是誰做的 你明白嗎 因為現在左膠 我這個節目都說過 比如關於一些食物 是不是 我們節目都說過 比如關於椰油 關於什麼 原來背後是那些公司做的 就是我賣椰油 我當然說椰油有益 是 沒錯 我賣牛肉 我當然說吃了牛肉 比較帥 你看看哪些人做的 這個報告 第一 他就說 原來全部都是中國 所謂中國的科學家做的 那中國科學家 你知道 怎麼可以發表一些真實的言論呢 那當然說得很好 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看看內文 原來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本來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 中國有這麼多污染 我們中國政府 因為過去這幾年 即是13至17 譬如他剪了那個所謂的 譬如他就是單商日開 那個車輛那個 是的 你明白嗎 他說因為這樣 所以剪了很多 但其實他不說 其實就是說 其實你一早就不讓人買車 或者不讓人 做這些所謂污染的車 其實還可以剪得更多 是 但他不說 他只是把那些所謂 對他自己有益的政策 就拿出來說 你明白嗎 其實這些是一種 政治上的一個宣傳 小孩 是不是 好了 那說起政治上的宣傳洗腦 今個星期 我們都說一些和香港抗爭有關的事情 今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都 其實一向都有說 鞭撻過的 以前我都和你 我想都記得 我不是說 Greenpeace是綠色和平 是綠色和平 是不是 就是說 哇 Greenpeace很奇怪 他近年經常召著日本仔 就說日本仔暴行 又說什麼 尤其是鯊魚 是不是 他又不召中國 他竟然召著北欧 那些小國 那些小國 其實那些小國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又或者日本的情況 就是為了傳統 又或者某些地方 你知道 其實那些地方 其實是很少的漁村 就是大埔 那他傳統是暴行的 你叫他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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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那些怎麼開銷呢 你明白嗎 他不理 但他整天召著日本 我經常都說 全國亞洲 甚至全世界 有哪個國家 敢說他們還能夠環保 日本仔 或者關心那個大自然 確實是的 因為你有去過日本旅行 你都知道 其實他們在街上 一來沒有什麼人吃煙 二來 就算他們在家裡 或者你有去過日本 他們的酒店的垃圾分類 是做得很好 別人是 沒錯 還有你去過日本的公園 是 你看看別人那些 一草一木 一花一樹 還有所有人都是自備的膠袋 去收拾自己的垃圾 然後再拿去扔 就不跟我們亂來 亂來 亂來 也是 而且政府也很配合 比如那些廚餘 又或者回收 的確人家真真正正的回收 回收真的做得很好 沒錯 所以就是了 你明白嗎 你又會覺得奇怪 為何綠色和平 經常當著日本 竟然有一顆聲 對中國也不發聲 我之前在節目裡也說過 其實這個世界最排污 排得最厲害的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印度一個中國 是不是 但是很奇怪 這些所謂環保機構 一點都不發聲 就是因為 這些大部分的 這些所謂國際的慈善組織 很多都被阻礙壟斷 第一 他就覺得 罵凡是不是白人的國家 就是政治正確的 你明白嗎 即是 即是不政治正確 應該說 罵白人才是政治正確 總之 永遠都當著美國 加拿大 或者歐洲 就不會罵入 中國 日本 中國 或者尤其是印度 真正的那些 排污的國家 他們會發聲 好了 今次就說一下什麼 就是那些捐款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最近就說 香港有一件事 就是那些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 無國界醫生 是吧 我或者在這裡 不斷說一下 其實呢 香港人呢 真的挺踏水的 真的 這是事實的 而且香港人的團結力 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現在可能有機會 有些機構要去籌款 或者叫做 集資 香港人的速度是快到你不相信 如果他真的要做這件事的話 因為他真的拿得到一些預算出來 是 我斷說一下 毛國界醫生在2017年 根據他的數字 就是5億 就是在香港收了5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17年是1.7億 香港救助兒童會 就1.6億 洛斯會呢 就是2.5億 奧比斯呢 在2018年呢 就是2.1億 而孫明會 是最厲害的 是9.1億的 OK 那就是以這個 我們說 那個被人少的那個 所謂 無國界 說5億一年 只是香港有這麼小的國家 你想想香港只有700萬人而已 你明白嗎 那怎麼會搞到5億一年 這麼誇張的呢 你明白嗎 這個就牽涉到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 香港人有錢 第二 香港人的確 因為受了西方邪教文明 就是百多年英帝 英國帝國的統治 受了那種邪教的勸嚴 就是慈善的心 愛心 沒錯 譬如我們看公益金 歡樂滿東華 甚至無為每一年的捐款 或者大陸當年 都是幫人很厲害 其實說回這個慈善 其實主要是真的 你看到全世界有很多宗教 我這節目經常都說 為什麼伊斯蘭是有問題 就是因為你看到很多宗教 當然你可以說勉強來說 一般的宗教都是導人向善 但問題是 你看到事實上在全世界 最多做行善 教育 什麼都是野教文明 野教文明最早就是隨著那些 當然是一些所謂的官員 以及一些所謂的傳教士 去宣布他的所謂的教義 以及他的傳揚 即是福音 去到全世界 他們就會組織一些學校 或者一些救災的醫療中心 可以幫助人 即是幫民主 其次就是 後來去到一些類似NGO 即不是政府組織的 一些叫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牟利的機構 非牟利的 其實非牟利的最早前身 就是當地一些殖民地官員的太太 即是香港也有的 即是婦女會 你明白嗎 組織一些 為甚麼呢 因為你想想 殖民地 譬如當年在英國過到來 整年搭一艘船 她的太太來到 在香港有甚麼要做呢 整年沒有工作 因為那時候 很多婦女又沒有工作 一來也不太好意思 即是一個女人 譬如她是港督的老婆 難道出去上班 做工廠嗎 做工廠妹嗎 沒理由 出去打工又不成體統 又怕 譬如你在銀行做 又怕被人說你思想受受 觀想勾結 又不太好 很多時候 這些太太 就組成一些婦女團 在當地組織一些 類似半官方式的 所謂非牟利的組織 幫助一些貧困的小朋友 讀書 譬如香港也有的 甚麼婦女會 有有有 於是乎 很多不同的事情發展出來 譬如同軍 女同軍 所以你看到香港 以前也是 港督夫人 通常是屬於 女同軍的 永遠的榮譽會長 通常都是她 那一屆 她負責做榮譽會長 好了 來到近代 近年 因為你知道 近年 這些所謂的 慈善組織 國際化了 國際化了之後 於是乎 很多時候 一來 我都說 通常慈善組織 都是一些阻境 因為她當然要大外包容的人 她才會慈善 但問題就是大家要留心 很多這些慈善組織 表面看 其實就是行善 但其實就是 所謂私慰掃餐 收工資 你明白嗎 為甚麼呢 因為已經發展成一個國際的中心 譬如 Greenpeace 就不是 Greenpeace初心 永遠都是 其實初心是 真的拯救那些 郵輪 用太多油 或是拯救鯨魚 但當它發展成一個國際組織的時候 你想想 有沒有可能 每個人在那裏做的人 都是為了慈善 很多就是打平工 你明白嗎 即是好像現在在街上看到那些 即是宣傳那些 你說得對 就是我們現在 所以怎樣說 做善事 就千萬要記住 是目標為本 就不要說 我為了好心 看到外婆婆在街上 又給她500元 做乞丐 又或者你有時在街上 你說得對 看到很多宣傳 因為她通常都借著你 說 你看看這些 第三世界的移動 像一本 Farpoint 又說 第三世界移動很慘 你捐20元 有一天 就可以幫到她 怎樣怎樣 這也是這些 左膠泛濫的年代 近年做的 很愚昧的事 為甚麼我這樣說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在西方 白人社會 歐洲、美洲 因為你的國家裏面 沒有窮人 其實沒有需要幫助的人 在美國 其實她那些所謂乞丐 其實是自己拿來的 說得不好聽 有些是她那些 是街頭賣藝 那些 即是志願性出來做 叫做我們所謂的乞丐 其實她是做街頭藝人 即是她不是真的乞丐 以表演為 拿身錢 但其實她真的沒有真正的乞丐 其實香港也沒有 還有甚麼 那你始終政府那些 都會有一些 叫做援助 是的 即是慈善組織 還有你有福利機構 你明白嗎 例如香港 其實沒有乞丐 我都說 因為我們有縱援 97年之後 其實沒有乞丐 你有社工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其實絕對不會需要乞丐 一定起碼有基本的 有些申請福利的住房 或者是一些臨時的地方 住的地方 或者是基本的生活需要 即是不會說需要乞丐 在他們的社會 所以他們很多人走去 因為他們富裕 有些富二代 他們走去第三世界國家 幫助第三世界國家 貧困的地方 例如我經常說 拉丁美洲、非洲、中東 或者亞洲國家 這樣就正常 但香港很多人 就跟著去做 但香港其實 現在來說當然是 但其實還有很多 你要幫的 你不如幫回中國 或者近香港的地方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 左膠的虛偽 虛偽是甚麼呢? 他自己的人他不理 他就走去非洲 就懶惰 好像大愛 因為他可以告訴別人 你明白嗎? 感覺自我榮耀 即是那些助養兒童 你明白嗎? 我在非洲又包養 助養兒童 或者幫助我怎樣 非洲人又不認識你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幫助 在亞洲 首先是香港 然後鄰近對區 自己範圍內的事情 即是由近而遠 除非你是姓人 現在就沒有理由 你可以愛一個非洲的兒童 等同一個愛香港的小朋友 但其實我想說 我看見這些 可能 我不知道是我個人的想法 還是甚麼 我看見這些宣明會 你剛才說的那些機構 在街上可能會推銷你 好像推銷保險 絕對 其實說得不好 我不是說所有這些錢 都會脫銷 但大家捐錢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尤其是經過這次運動 大家要知道 哪些人真的 有沒有發聲幫過香港人 表面就說 我是不是在助貧民主 又說女性組織 你明白嗎? 慈善團體很多 又說爭取和平公義 嘩大哥 一聲不出 每年拿好東西 你宣明會有九億多 所以我跟他說 我每次捐款 我真的要去捐款 也不是捐給他這些機構 對 我不知道為何 我的感覺是 為甚麼 我要捐的時候 我要捐 我自然會捐 但我不需要你銷售我去捐 而且最好 做慈善的方法 首先正如我說 由近而遠 就是由你身邊的朋友 親戚朋友開始 譬如你家人有沒有需要幫助 對你家人好些 鄰居 或者你住的社區 幫一些流浪動物 對 或者流浪 你看到有些老人家 或是甚麼 你博由近而遠去幫 你明白嗎? 就不是大愛包容 我自己由家裡 或者社區都不理 然後走到三千里之外 渣渣渣渣渣渣 我每年都捐宣明會 其實可能純粹為了扣稅 你明白嗎? 一方面 其實左膠就是這樣 自我感到的良好 對嗎? 所以記住 這些絕對是 時間到了 到這裡 稍後第二節再繼續說 捐錢的問題 稍後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